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 大白話 我是王淺秋 再次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我自己感冒 戴上口罩 保護同事 保護大家 好 首先介紹這一集 加入我們講大白話的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淺秋好 大家好 第一位 葉元之 淺秋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陳輝文 來看看今天的最新消息 來看看這個是自由時報頭版 這是要拿道具來看一下 代表台灣最重要的事是什麼呢 就是其中我們如何回應 兩岸之間的兵凶戰危 美國 有美國在就好 美國譴責中國 包括了司法上用22條 懲治台獨的這個做法 針對個案可以缺席審判 那麼美國都說是 破壞台海穩定 這樣我們就安全了嗎 第二件事當然就是說 NCC針對這個有政論節目 被新華社記者掌控這個消息 NCC公開的發言說 是最重可以罰到200萬 還要停播節目 也就是說這都是抗中有關的議題 對於台灣來講也是民進黨 現在主要認為台灣最重要的事情嗎 對於中國盯燒台灣政治節目這件事情 大家覺得整個內容報導 從昨天討論到今天 其實是沒有內容 沒有證據的 那劇情還滿多細節的 但問題是劉寶傑也是曾經被點過名的一個名嘴啊 是不是也有什麼各種不認為要懲戒的名單啊 他一看到就氣到說 怎麼有記者 新華社記者跑到棚內來指揮政治政論節目 到底是哪一家 講出來嘛 那如果有種就把我抓走 他還在節目上喔 一直打自己的嘴巴啦 滿激動的啦 那當然民視暗示有講說是哪一台 那那一台的節目呢 也否認了 而且那個節目是說其實已經停播了 也不用恩情去動手 人家早就停播了 那官方非常重視這件事情 從民黨立委啊 黨團啊 到官方的單位都公開出來回應囉 那陸委會主委邱垂正 除了公開的聲明之外 在立法院打詢 謝龍介問他 他也特別說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呢 他說有 正在跟文化部的主管 一起做行政調查 那再繼續問喔 王一川手機監控 還是沒有消息嗎 那邱主委證實 是有調查 但是到結論什麼不知道 所以現在正在調查 陸委會是說 要看看有沒有干預台灣 中共大陸把手 伸到台灣政論節目 這樣的情況呢 政論節目被中國叮燒 是不是太扯 很搭啊 很多名嘴們 自己常常參加政論節目的時候 都覺得不可思議 黃耀明就說 他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情況之外 他也認為民黨藉此的議題 是要灌輸啊 橫斯基好重要啊 那尤其是馬上 這屆的任期任滿到7月31號 包括陳耀祥 他現在已經雖然先 準備要回去學校了 可是呢 現在這個事情 是要讓NCC的重要性凸顯 所以人事案 現在要趕快送到大會去嗎 顯然立法院的在野黨不買單 所以不讓他排進議程 但連姚慧珍 這個青綠的名嘴 都公開的講說 從來沒有看過哪個製作人 會放 忍到童內去指揮 太可笑了 那講得好像 人也是你 鬼也是你 怎麼可能 他一樣 用膝蓋想也知道 所以國台辦發言人回應了喔 朱鳳蓮怎麼說呢 他說這邊報導 撤頭撤尾是個假新聞 純屬造謠 民黨指使綠營媒體跟圈養的網軍 對民眾進行認知詐欺 分化台灣社會 山東兩岸對立 大搞綠色恐怖 是綠色恐怖嗎 很恐怖啊 那金門的漁船跟釣客案卡關 我們也還有一位民眾被留在大陸 那更況是金門罹難的漁民的遺體 也還在台灣 那麼 朱鳳蓮就說呢 希望現在事情發生四個多月了 還是在拖延沒辦法解決問題 必須要求拿出解決的辦法 兩岸的雙方的家屬都希望 趕快把問題解決跟有誠意的來處理好 那郭正亮就轟啊 說30年沒有看過這麼離譜的 因為他在民黨的黨籍待了30年 賴清德現在就任之後所創造的仇恨 或者是言論不停的挑釁 不管是對內會對位 亮哥就說很離譜 賴清德在幹嘛呢 在賭大陸是一隻隻老虎 不敢打台灣 真的是這樣嗎 源氏在立法院這個消息 大家討論的很兇 你也常常參加政論節目 真的有離譜到有新華誌記者去站崗 而且那個所謂的證據是像圖 還是AI合成的圖 那什麼都沒有的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為什麼會有人相信 一般大家以前不是講說 有關於那種新聞報導 只要是不敢據名的消息來源 多辦那個真假 大家先要存疑 保留一下 先要保留 但沒有想到 我覺得這麼瞎一個報導了 民進黨就先接球了 因為昨天民進黨 馬上早上就開記者會 就是大家看到昨天那個陳玉珍 去跟吳思耀對象那個記者會 他們就是在講這個主題 然後他們是怎樣的 他們就是說什麼 中共把手深入政論節目 然後藍白在擋NCC 就是說他為什麼會相信這個報導 原因是要他把這個報導拿去 來做一個政治攻擊 就是民進黨現在就是一個組合拳 就是說就亂抹一通 反正就是什麼事情都把它抹到藍白身上 然後包括是國會改革法案 他也要說是我們是為了習近平投票 所以這個是他們一貫的 就是一貫的政治作戰 只是我覺得這次很荒謬的是 他這個報導 幾乎我覺得是漏洞百出 我就舉一個 給大家看一個圖 這個是昨天自由時報 AI合成圖 畫了一個什麼五星旗的衣服的人 在看那個政論節目的製作對不對 然後你看 實際上 那個被指涉的那個是一個女的 女生 他是女生就他弄男生 然後再來就是 資深媒體人沒有名字 我講一個 昨天有一個資深媒體人 Joy Cole 他不是有一個官司被起訴嗎 因為他去講說黃國昌什麼 印上女學生 然後後來就是被起訴 你看資深媒體人 具名的他都可能亂講被起訴了 一個報導是一個不具名的 這樣講的話為什麼大家會相信 然後他指涉那個電視台 當然其實我們都知道 他指涉哪一家 那個節目自己也一直在自清 也在自清 然後去參加那個節目的人 也都沒有看過這個人 那個趙博 所以這個報導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荒謬 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一個報導 那我真的是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那個沈柏洋 我覺得非常好笑 昨天沈柏洋好像剪刀槍一樣 跳出來講 他說他兩個月前 就已經得到消息了 知道中共有去介入我們的政論節目 兩個月前就知道了 好 結果假設 昨天自由時報報導是真的 趙博人呢 回對岸去了 那如果你兩個月前 你就知道這個事 而且你確信為真 請問一下你作為一個 所謂認知作戰的一個立法委員 你不就是應該趕快把證據 事實提供給相關單位嗎 然後趕快去辦 結果沒有 兩個月後 然後媒體爆出來 人也離開了 你說我兩個月前我就知道 那你這個不就是馬後炮嗎 所以你這件事情 我覺得今天報這個事情 很容易讓人家聯想到王立強事件 那個時候 韓國瑜在選舉的時候 說一個王立強 跟那個007一樣 在澳洲被調查 然後他牽涉到多少錢的預算 就是要影響台灣的選舉 然後那時候民進黨 就像現在一樣的民進黨 官方立刻跟進 從蔡總統開始跟進 對 蔡總統也跟進 就像現在的民進黨全部跟進 跟進到最後王立強怎樣 被澳洲認證是詐騙犯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報導 這個空虛 這個只需烏有 甚至於不知道消息來源的報導 如果最後根本就是一個假的 沒有人會道歉的 像王立強 像辛悅夫妻 曾經攻擊過的人有道歉過嗎 當然不會道歉 傳過水無痕 就是一波一波的攻擊 在創造下一波的認知作戰 沒完沒了 所以我真的 我問一下 想問一下賴清德總統 你自己到底是怎麼看這個事情 你現在上任還一兩個月 台灣這樣搞到跌影床床 好像身邊都是匪諜 這個國家 你治理成這個樣子 你真的好意思 我真的覺得民進黨 真的很亂 我覺得他好意思 因為是他要的 他分敵我 分出來不是嗎 任俊哥你也常參加 他新聞節目 光聽到這個劇情 有一個人插著腰 站在這個攝影棚指點 你要怎麼講話 你就有可能嗎 這個目前為止報導 已經第二天了 任何的證據 或者具體的一張照片 或一個會議紀錄 講說微博 下指令 可是也沒有看到 任何的微信 下指令 也沒有看到群組截圖 以前過去如果有問題 就有群組截圖什麼的 什麼都沒有 但官方持續繼續在打 我想第一個是 因為一般民眾 因為沒有什麼機會 看到棚內的情況 所以都會覺得就是說 剛剛原資說有一張圖 好像就會變得是真的 真實的情況是這樣 因為我不好 take攝影大哥 環繞我們棚內一圈 通常到連製作單位的人 都不會在棚內 當然就只有攝影大哥 然後還有主持人跟來賓 頂多有個FD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很奇怪的 完全不認識人站在那裡 我想沒有人會覺得很正常 所以來賓也通常會 如果真有 比如說他有參訪或幹嘛 甚至都會問一下這是誰 他也不會待太久 因為他會干擾 所以你說有沒有可能會像 這個報導所寫的 說甚至還發現到你講的 跟他講的要的不一樣 還跟你講說不行 要停或幹嘛 我個人真還沒有遇過這種情況 這還不論是在哪一個媒體裡面 因為可能媒體都有各自 他的這個想法或者是立場或什麼 但我真的必須講說 我目前都還沒有遇過 這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官方說證實有這件事情 問題是證實的點在於是 你要證實的是哪一塊 其實我是比較好奇這一點 就是說因為就他所鋪陳的 那個報導的劇情說 他裡面還甚至去要求製作單位 說你可能連CG什麼什麼都要做 我也講實話 就是說一般來講 其實在議題的設定 像談話性的節目 我們大概都會知道說 今天要談些什麼 有一些比較特定的議題 比如說 有些社會比較高度關注 像之前要不要放扁 要不要釋放阿扁的時候 事實上製作單位 也好有一些問一下 就是說你對這個議題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你贊不贊成 或者是你覺得說不贊成 也沒有那種說發你到現場來之後 就order你 所以我跟你不好意思 那個原資你本來是反對放阿扁 我再順便舉例 你也請你把它改成 贊成放阿扁 原資可能第一個就瘋掉了 你知道嗎 通常會這樣要求人家就不來了 或是他你就不用來了 或他乾脆就不會發你 對 後來你就不用來了 就簡單的說法就是這樣 所以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好 當今天官方出來講說 你說證實有這些 你到底是證實哪一段 不知道 沒有答案 老像你不知道 那沒有說 他只說證實 對 那你說你要去查 你要怎麼個查 我也很好奇 我還更真希望他查 就你要查出一個理由 這件事情是不能不了了之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代表的是 很多人會因為這樣 對於媒體所謂的第四權 產生動搖跟懷疑 今天不管你的哪一個媒體 或者是哪一個節目 甚至你談什麼議題 都會給人有一個印象是 如果今天不是說新華社派人 那如果是其他人呢 他也會告訴你講說 你要講他想要聽的話 那我覺得這是對台灣的媒體來講 一個非常傷的一件 所以當行政部門出來講說 有 我證實有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行政部門 是必須要負這個責任的 就像剛剛源氏講說 如果我很早就掌控 掌握了 你掌握了你在釣魚嗎 還是怎樣 這個我覺得民眾也會因此而懷疑 所以我覺得一碼歸一碼 因為大家對於媒體的這個整個 是非常好奇 而且非常的陌生 所以他可能可以用一個示意圖 甚至我有聽到有這個 某製作單位的人在開玩笑說 會不會把我認成是大陸人 真的假的 遇到這樣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其實 我沒有把它當成笑話在看 因為他確實 現在在兩岸關係上 也是緊張的 這個緊張其實來自於有很多 是意識形態上面 大家在立場上面 不同的時候加諸很多人 你看前一陣子 我們在節目裡面討論說 有人看到這個 感覺上不像是台灣人的人坐捷運 我們就去要求人家說不行 怎樣怎樣 連穿衣服的顏色都要求人家 這個要把衣服給脫掉 你就知道就是說 意識形態這件事情在台灣 現在基本上是已經緊繃到一個程度 所以如果今天這樣一個報導出來 當然我們更希望是 你相關單位出來 只要說有 你要調查 那你就行政調查你要拿出來 因為被你調查的單位 他也有他的立場 他也有他的說法 你不能講說 我就認為說你就是有 我調查是有 那我們要聽一下單位人家怎麼說 還是你是誤解還是怎麼樣 我不清楚 因為到目前為止 老實講 因為我們自己沒有遇過 今天還有這個 連美國之印都來問說 到底有沒有台灣 有沒有犯是這種情況 你就知道就說大家對於這種事情 其實都高度的戒備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用的叫做丁少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站在那邊 盯著淺秋你在主持 你不會想把他趕出去嗎 真的 明者有這麼好惹嗎 不是說你看起來也不是善淚 不是 你看起來也不是好欺負的 大家都一樣 就沒有人可以會接受這種做法 所以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今天因為行政部門 我比較care 其實因為行政部門說證實有這件事 那表示你早就知道 否則怎麼會一個媒體 今天早上寫報導 你今天下午就出來說 有證實有 我們在調查 讓他繼續燒 那表示你是不是之前就掌握 那為什麼你之前就掌握了這件事情 一直到媒體見報之後 你才出來講說有 我們在調查 而對方也已經離開了 這個先後的順序 我老實講 我覺得這個是要釐清的 我覺得這是在規避法律責任 包括是哪家電視台 哪個節目 他不敢提 然後但是去問的回應 很有意思 那回應就說我們當然沒有 我都是此虛無有 可是哪個節目大家自己去猜 這真的是一個規避法律責任 但是再影射的做法 惠文哥 這個我們的賴總統的第一個行政院長 卓榮泰 這個我本來比較擔心 經濟部長能夠撐多久 我現在也擔心這個行政院長 能撐多久 他說看出NCC的重要性 這看出NCC可以廢了 這個沈柏洋兩個月以前就知道了 你NCC不知道 你不是說那個誰 那個人已經回大陸了 怎麼會看出NCC的重要性 就表示NCC沒有存在的必要 你怎麼讓他回大陸呢 你應該把他抓起來 但是你坐上面見戶 我對民進黨很失望 你怎麼可以讓他回去 他說他時間到了就回去了 那你這NCC就才是 NCC只會修理中天 剛剛袁志雄說 大家都知道哪一台辦 袁志雄你公布好了 我跟你講 前秋我講我負責 昨天一開始大家都以為是中天 我還去查說中天最近有什麼節目 我第一時間想說中天怎麼又出事情 其實你看沈柏洋講這個 有這種立委是國家的悲哀 他說他兩個多月以前就知道了 但是我們等待證據 他就寫等待證據 沈柏洋你果然是專家 劉美的博士 等待證據你是守株待兔嗎 對不對 那很奇怪 你是知情不報嗎 結果沈柏洋昨天改口了 這最新的講法是什麼 他說沒證據不值一提 你不是等待證據 什麼現在又變成沒有證據 就不值一提 這真奇怪 你還會改口的 那到底有還是沒有 你兩個多月以前你知道的時候 就不會只有沈柏洋知道 對不對 你民進黨的立委就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誰告訴你的 那柯建民不知道 柯建民比較小 然後你說你所有的國安局 相關的入委會都不知道 只有你一個認知政策專家 你兩個多月以前就知道了 中國的首深入政論節目 哪裡你都不講話 你在等待什麼證據抓人 所以今天這個新華社的跑下去 就省不讓你的責任 你現在跟我講說 你都沒有證據不值一提 沒有證據不值一提 那昨天自由時報在寫什麼 對啊 你不是用矛盾 沒有證據都要寫一大篇 這不是很奇怪嗎 觀眾朋友你看今天這個 就可以看出 國台辦今天記者 或國台辦是否認 那陸委會昨天謝榮介信 他說有 我們正在調查 互相矛盾 一個說沒有 國台辦說從頭到尾都是假訊息 陸委會說我們正在調查 那我要請問大家你相信誰 我當然相信陸委會 我怎麼可以相信國台辦 相信國台辦你就變成 中共同路人 我們也只能相信陸委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愛台灣 我們要政治正確 我們可以質疑陸委會嗎 那你叫陸委會把證據拿出來 到底哪個政論節目這麼趕 剛剛兩位前輩講的 問這怎麼可能 明目張膽到那個地步 然後run了好久 怎麼最近因為收視率不好 就停了 這種事情 我個人而言我是不相信 跑了這麼多年的這些節目 然後你告訴我說 有這樣的情形 我是不信 但是變成這種 大家眾說紛紜 亂了 也不會有真相 所以我對相關單位 像沈柏洋這一流的錢 就我很抱歉 他們講的我是不相信的 那你說謝隆介質詢 你查得出來嗎 我這邊就點名元智雄 我給你調查權跟聽證權 你連把這件事情查出來嗎 就算我給你好了 你去查 你查這個政論節目 這真的假的 就算我給你調查權跟聽證權 沒有任何一個立委 能夠查出來的 那就因為查無實證 根本不存在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